NCC败诉陈耀强就应该要立刻下台 你上诉二审再定业 真的会让大家觉得NCC完全不是独立的单位 而且非常非常的丢裂 说你是独立机关 然后你平常时你去处罚媒体 都乱处罚一通 九个案子已经被判决败诉 然后你现在连撤他的照 都是违法滥权的情况 到时候难道要用纳税钱帮他赔给中天吗 中天官司的第十一连胜 然后NCC赢了 换照过去三年被打枪 但是法官判决撤销NCC的处分 理由也曝光了 是评分基准违反规定 NCC就是因为一直被裁罚 所以后来他们就被撤照了 然后NCC的违法滥权行政处分 连法官都看不下去 所以他们在打诉讼案 前面已经实胜了 这是第十一圣 然后呢 2020年的11月 NCC认为中天新闻节目呢 违反法律规范 而且有25件被裁罚 所以处分不予换照 好 25件裁罚的话呢 他过去已经有10个案子吧 是确定是乱判的 而且他扣掉这10个案子之后 我相信他不会是新闻台里面 这个违规最多的 其他的新闻台一定有违规 而且呢 最近才有一个新闻吧 然后也是 不知道是三例吗 还是哪一台的 就很明显的错误 那请问NCC看到了吗 好 所以呢 这25件裁罚 因为现在已经有部分 因为法院认定违法是撤销了 所以你的不换照处分 显然就变成是你没有事实 所以你是有问题的嘛 这也是我先前被人家问到说 那我说NCC转型正义是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你过去 你判的都是有道理的 那就维持原判决 那当然如果他的数量非常多的话 那你就可以不予换照 可是如果像中天他是 你有25件被裁罚的案子 你有10件哦 都是你乱罚的 那中天的律师也说呢 NCC到现在都拒绝公开 25件裁罚处分咨询委员的 会议记录 会议资料跟决议过程 等裁罚的基础资料 所以中天他在过程当中 他希望能够去抗辩 希望能够去辩论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这个明显是违反行政程序原则 因为你要保留当事人 去陈述意见的权利 然后呢 而且呢 这25件里面已经很多件 是违法撤销的 好 这里面呢 已经有9个案子被法院撤销 其中有两个案子是 申诉免罚确定 包含什么呢 就是2018年11月12号 这个高雄市长候选人 陈吉麦造势 报导民进党立委 邱毅英大海大家没离开 那NCC说是大家没离开 大家不要离开 这个竟然要罚20万 就是他听起来很像 然后我们就觉得是 然后就算是听错了 那要怎样 这个也要罚20万 这一件案子呢 法院已经撤销裁罚确定了 另外呢 2019年报导台南的补选选情 做了一个凤凰展翅的这个新闻 NCC会议出席委员16个人 有12个人认为这个新闻没有违法 只有4个人认为有违法 然后呢 NCC竟然去拔他40万 这个有天理吗 这个未免太夸张了吧 所以他也被法院撤销 是免罚确定的 所以接下来他还持续在打官司当中 过去的这个NCC主委只需要编150万的预算 法律预算 现在陈耀祥要编到1310万 那你就知道 这是多夸张的一件事情 这次为什么 这个中天会胜诉 NCC会败诉 来讲给大家听 因为他的评分基准表是违反规定的 他用了一个所谓要审查 过去的营运计划 执行情形 然后呢 估测未来6年营运计划的两个面向 那一个是占40% 一个占60% 两个评分低于60分就不及格了 但他本来2020年审查 要适用2018年修正的审查办法评分基准 但是NCC委员他们却用2020年以前 然后所谓的换照评分表 作为评分比重 那这个评分表呢 它只是一个行政规则 并不能去取代 深色审查办法的基准 也就是说呢 好我简单讲了 就是NCC对中天换照的案子的 评分基准违反规定 造成决策的事实基础错误 资讯不完全 足以影响审查结论 所以NCC驳回中天换照申请的 处分是违法的 那所以呢 台北的高等行政法院判决 撤销NCC原处分 并且要求NCC重新审议 中天换照申请案 另外呢 依照判决 见解做成事法性的规定 那至于中天酬偿79亿 北高行他们认为是要等NCC重新审查 做成决定之后 再判断有没有赔偿的问题 所以还没有判准 也就是说呢 你要么你就是让他回去 要么你就让他 照还他 要么你就是赔他79亿嘛 这个是不是79亿还不确定 中天是提高79亿 那当然他还可以上诉 但是我印象中他这个只有到二审而已 所以下一次就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相信这个一审的处分 其实他写的非常清楚 二审除非受到政治力的介入 不然的话 我看了这个判决的内容 我是认为说 就是NCC他当然还是会上诉嘛 就是你可以理解NCC嘛 但我觉得一审NCC败诉 陈耀强就应该要立刻下台 第一个NCC不应该继续上诉 第二个陈耀强应该要下台 第三个陈耀强不应该再去审 所谓的禁电事案 那当然啦 他下台就不用审了嘛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两个事情 就是陈耀强下台 跟就不要上诉了 这个真的是你上诉二审再定业 真的会让大家觉得NCC 完全不是独立的单位 而且非常非常的丢裂 到时候难道要用 纳税钱帮他赔给中天嘛 你NCC说你是独立机关 然后你平常时 你去处罚媒体 都乱处罚一通 九个案子已经被判决败诉 然后你现在连撤他的照 都是违法滥权的情况 你明明有一个新的评分表 但是呢 你却要他们用旧的评分表 等于说你是在错误的基础上面 去做评选的 NCC说没有 就算用另外一份表 你们还是不及格等等 那个不能这样讲 那你当时你就要让他用 你当时没有用就是没有用的 你不能说就算退一万步 没有这种事情 你当时违法就是违法 你怎么可以违法呢 这个才是一个大问题嘛 到时候NCC要赔偿中天的话 那是拿谁的钱赔偿 是拿全台湾人民的钱赔偿吗 最糟糕的就是这个陈耀祥 我非常的恭喜是中天电视能够在不断的官司的过程当中 然后得到了胜利 然后也透过了很多的证据跟资料能够证明自己 虽然NCC没有让中天有申诉跟这个陈述极见的机会 但是我们的法院还是有去做调查 然后让双边有陈述的机会 做了一个公平的判决 包括过去的几个案子 根本就是乱罚一通幽灵委员等等的 那再包括到现在呢 这个NCC的撤销NCC的这个处分 那也都被驳回了 那我觉得这是司法有让我们看到 还是有一点光明面的地方 但大家要思考的是 陈耀祥这样子一个不适任的NCC主委 一审判决有罪 身上又背一条进电视相关的这个起诉 就应该要立刻下台 所以我觉得陈耀祥应该要为了现在这件事就下台 不用等到说你在上诉什么二审不二审 现在就应该要下台了 你到时候你们的错误决策 可能是要让人民的纳税钱来帮你付罚金 这个为什么你陈耀祥做错的事情 要我们人民帮你罚 你陈耀祥你有种你自己罚 你自己掏你的钱嘛 你拿你自己陈耀祥的薪水出来啊 你有76亿吗 关键在于2024年下架这个非常糟糕的政府 才不会让陈耀祥这种人继续当官